好 再來 需要即刻抓住目光 不要大量文字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做範例 我們大家都是表演團隊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今年我們因為發生疫情 然後還有之前做簡報 我才發現照相這個事情有多重要就少了 所以真的 變得無處是絕對的夾割 然後呢 簡單 乾淨 清楚 我知道很多人會用它做動畫 那個動畫真的炫掉一個 讓我覺得無題頭地 但是你剛剛你只有八分鐘 你動畫在那邊前面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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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就讓他給你很多事情 他都是字 他就照著念 因為我以前很容易幾張 我就照著念 老闆說你確定嗎 後來小律師給我一個範意 用一張鼓來說故事 我們分成幾個團隊 我們分成幾大團 我們在做什麼事 我們有什麼結 我們有什麼團 一張圖就可以說很棒的故事 所以這個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個 簡報的一個想像 那這羅列是香港西九藝術界的總監 西九藝術中心的總監 那他在一天文章章前 想當藝術行政的人也有分享 如果我們要繼續從事這個行列 我們需要具有一個是創新方向的能力 我們永遠要想 不是 就是因為其實藝術是一直在往前進的 我想各行各業也都是 所以呢 創意不是在做當中 絕對不是只有你今天做好這個 我們永遠都要想我們的未來在哪裡 我們的定位在哪裡 我們拍的愛樂 合唱版明年要五十週年了 我們其實前兩年都開始想 我們五十週年要做什麼 我們永遠在往未來在想 節目的策劃 然後呢都需要創造力 那都需要創造力 不是你坐在家裡就可以創造 多看 多聽 多找 然後多去交流 絕對可以幫助到你的心靈 就是說 比如說你們來聽 你也很希望把這個總體能夠散到團圓身上去 或者說 欸我更加能力了 但是他就會覺得相反的結果是 那團長都交給你好了 團長都是你的事情 欸團到你起來組織 都會讓你起來動員 那就變成這個領導人的壓力 我覺得會很重 那我們就覺得 我們其實像種子一樣 如果這個種子能夠散出去 讓更多人回走 一起的心態的話 他就會 他才有一個機會給燃燒起 六二四次他們光光的神明 那他們大西呢 這個無形文化的資產最厲害 就是他們的社統 他跟政統不太一樣的是 他的社統就是 以前的日本時代諸事會社 比如說你們是打鐵 打鐵了這一群人的主人的社統 平常他們就打鐵 或者木工呢 他們平常都自己就是做木工 但是到六二四的時候 他們就組織了一個社統起來 那他們最喜歡的就是 來拼拼看 你們今天打鐵的 今天力量比較大 還是你們今天木工的力量比較大 還是你們做你水的 今天力量比較大 或假鐵龍 加鐵龍是拜媽祖的 以後就是順天 今天也順風了 那他們呢 就想說 我們一般的社統就是 我們拜拜媽祖 時間到了 出出正就好了 對不對 沒有喔 他們呢 幫忙拍紀錄片 就是他們成功紀錄片的主教 來一點 像我們教學的文化群 常都可以打牌 生那麼多時間 紀錄片 你就訪問他 你怎麼做到很多事情 他就講一句話說 為了大喜嗎 他就講一句話 但是你回到台瓶 回到馬祖上 大概也很愛馬祖 可是就覺得 怎麼都躲在哪 欸為什麼 明東文化都躲的事情 不是大家的事情嗎 大家就很有一種 好想 如果是大家一起來的話 就覺得這個幹子會分攤 你看準經去講 有國語 演唱的 客語 閩南語 原住民語 有沒有明東 有沒有希望有一個明東文化 明東的藝術 能夠一樣立正 我國家的原畫 他有一型實力 啊很棒很棒 然後你就走 所以這次印度節當中 有一個小小的媒合活動 就是 他在一個風土展演的概念裡面 台灣吹過來一陣風 帶來台灣的團隊 跟在地的團隊就是 馬祖的基礎 做一個互相的交融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會看到你們說 我們等一下 你們會來一位 他是台灣的搖滾樂 那搖滾團 很少在華祖出現啊 他來了 我們可能可以講到一些年輕人 然後他來了 但是做活動 我們來跟雲潭樂父做活動 然後他就想說 雲潭樂父的 很傳統很斯文的樂器 可以整個跟這 哇搖滾樂團 要做 他就會覺得 我好像會展演 我多了一點點的聯想 多了一點點的撞擊 那我更希望的是說 我們比如說 我們做這個 私足的展演 培訓很辛苦 因為我們有什麼 彈播有私足 有完全很多種 所以都不在 我每天跟不同的培訓 我其實培訓很困難 都不在 樂團也有一樣的問題 他的樂器也就是不同的 必須建議 我們要走 你不要走 好